凡是传奇人物 背后往往有一段乃至几段传奇爱情 比如孙中山与宋敬龄的禁忌之恋就不可谓不传奇 论伦理 他是他知有家的千金 论年龄 他是比他大27岁的长辈 论公司 他是他的秘书 论道德 他是有父之父无论如何 他与他的爱情都是有被伦理道德的 这样的爱情 到底为了什么 是否真的值得呢 孙中山与宋敬龄的父亲宋要如是有着 二十多年交情的好友 无论从年龄还是辈分上看 孙中山都算是宋家姐妹的叔伯 开始的时候 给孙中山当秘书的是宋家的大女儿宋矮凌 但后来宋矮凌要与孔祥溪完婚 所以就推荐妹妹宋敬龄接替了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是1914年 宋敬龄二十一岁 孙中山四十八岁 整整相差了一代人 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年轻女孩 一个是成熟烙恋的中年大叔 一段竞技之恋在不知不觉中发酵 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孙中山被宋敬龄的青春美貌吸引 宋敬龄被孙中山的儒雅吻肉迷住 他们相爱了 爱得昏天暗地 爱得不能自已 爱得忘却一切 英雄难过美人观 当英雄情怀遇上少女怀春 他们成了彼此的毒药 彼此的解药 这就是他们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韦 也要相爱相守的原因吧 但这注定是一份不被祝福的爱情 尤其是遭到了宋家父母的坚决反对 宋敬龄母亲劝女儿说 她已经有老婆了 他们二人已是二十几年的夫妻 儿子都比你大了 你是要嫁过去当前吗 父亲宋要如反应则更为激烈 恼羞成怒下 干脆把宋敬龄软禁起来 宋母说得没错 孙中山已然结婚 妻子卢木真贤贿孝顺 恪守复道 宋敬龄是真正的小三上尉 于情与理都是该被谴责的 但是恶如爱河的二人根本顾及不了这些伦理道德 孙中山最后还是选择了与妻子离婚 宋敬龄则在女佣帮助下跳窗逃出 1915年10月25日 孙中山与宋敬龄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简陋的婚礼 没有家人的祝福 唯有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 宋敬龄发现宋敬龄逃走后 带着宋母一路追到了东京 要求孙中山与宋敬龄解除婚约 但遭到拒绝 宋敬龄因此气血攻心 气愤不已 当即与孙中山绝交 与宋敬龄断绝妇女关系 此后宋敬龄身体一落千丈 不到三年便撒手人寰 年轻时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年老后往往后悔不已 宋敬龄也不例外 他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 与孙中山结婚时说道 我爱父亲 也爱孙文 今天想起来还难过 心中十分沉痛 后来宋敬龄决定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常伴父母 而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和藏于中山灵 算是一种补偿和忏悔吧